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 说圣经来为你赏名 赏什么名 今天给大家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名利地位这种生活物 赏名本身就有意义 为什么赏名赏到这一项来 因为我感觉很多人去赏名都在救救的东西 我今天赏名说 赏名先告诉我 说我现在的未来 看我的财富是如何 看我的地位 我后来我的财导是如何 结果就发现说 人在赏名所追救的 你去找一个赏名的人要追救的 这不过就是金钱嘛 在乎嘛 名利地位都这些东西 但是圣经给我们说 这些东西都生活质物 你说 既然这样是什么 人怎会去追救这些东西 所以这次要跟大家说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人的里面 我们有这样有东西 好像说 董不成 我们的天性 就是要竞争 我们的天性就是要贏人 所以你看到有人爱输 没有人爱输 人 青年孩子去打球 你回来面奥土 当时是怎么 打输人 打输人 心情就不好 拔轎 拔输人 心情不好 做什么 你只要输人 一定心情都很好 因为我们人的来面 我们天性主人 我们做一个人 华材世间 我们就是爱输 一种动物性 一口 加上给我们研究 说我们人类的基因 我们天性主人 我们就是好性 我们就是爱输 所以为了要贏过别人 我们想要贪别人多钱 我们想要比别人的地位更高 我们想要比别人更出名 我们想要比别人更高兴 所以想怎样有人 同样配搭这种名牌 上面就打个罐子在那里 他觉得我比别人更好 那种的 其中心对出来 因为他想要贏过别人 我有 你没有 我用这种很特殊的牌子 我们叫虚荣心 这个是怎么有人追求 因为我们天性 我们就很想贏过别人 白红书 我们就用这个东西 要贏过别人 感觉说等我摆一摆 在路上走 别人看到我的时候 会觉得我真厉害 但我摆一台轎车是一种 静靠的 拋车 摆过的时候 大家都会注意给我看 世间这么多的人 大家都会看对我家来 人家说 照顾来照顾来 焦点 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家 我就会有种性质感 因为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更高 这叫做东西 真正跟我们说这种东西 那是我们很原始的 大家听到没有 这种东西 并不是说很固定的 这种东西是我们人类里面的本领 要摆下去的本领 但是如果以赞厨来说 那是很假的赞厨 我们人类在追求的是更高的赞厨 我们人类在追求的叫做生命意义 这样才对 所以想说 人类没有疑伤 这个人多在世间 这个人没有疑伤 他不知道他说他要做什么 他没有疑伤在那 他就会乱来 如果用策略的位 一般我们说的就是 人生没有目标 这个人自然他就没有目标 这个人怎么整天都喝酒 为什么 因为他的人生没有目标 他的人生如果有目标 如果公司派说你去大陆出差 你带大陆给他设计一百间的分公司 带来交给你 如果这样 他的人生如果有一个目标 他不可能每天回来喝酒 不可能 像这样你的孩子 自己带来都上网 我就说带来很简单 因为他的人生没有目标 他的人生没有目标 所以回来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跑去上网 他的人生没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要注意 你的人生如果没有目标 你的时间就融会掉 包括我们人生已经有目标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定一个浸土 在那里 没有让自己一点的压力 我们也是融会时间 我们人生都有一个拼担性 所以要可以 揭穆我们的拼担性 我们可以来努力 这就是人 动物他不行 动物不行 动物不是像我们人 会追求进步 动物他不行 所以人跟动物差别就差在这里 我们人不能外国 我们内面的动物生来的生活 你外国的动物生来生活 你就是动物而已 你说 哎呦 为什么兄弟要做这个动物生的 因为我们人是 我知道现在我们会外国的浴土 有一个生命的土 我们会充当 我们人充当 我们当然 兄弟要做 我们有一个 竞争的心 我们才会进步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配比 那像一台车 基本上一定要有四个链子才能走 但是你不能一直 一直 敲锁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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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人知道 这台车 地位 台车 金钱 这是我们的本能 这是我们原宿的一个本领 没错 但是你不可以 叫那些东西 你的车要倒一个 车 走太近 你把它倒起来 你车上一个航道路 滴滴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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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我们人来 台车说 我要贪置 我要成功 台车 我要出名 这个就像四个链子在走 这个动力很重要 我们人会追求 这个人才会进步 没错 但是不能过分 前面有拼你 快要跌过 前面有危险 你要拆车 这叫四可而止 差不多就好了 我们今天在说 不是说兄弟 好认我们这些东西 兄弟就冲着我们 那些力量 兄弟冲着我们人 基本上就会追求进步 我们现在好认为 那没意义 我们肯定 我们人的来源 我们会贏过别人 我们很想贏 我们不爱输 所以我们赚钱 赚钱赚比人家更多 我们赚钱赚比人家更多 我们赚钱比人家更多 这正常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今天在楼上 这边要给人家强调 你不能叫那些东西 控制 你要稍微 带一下 你要稍微控制你的方向 很多人人生到最后 只会有钱 这样有意义 很多人对休到最后 只会出名 出名 这样有意义 你钱赚钱多多 有意义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人不知道 没有了解 所以我们台湾的经济 就是上上有这个公司 第二位的公司 什么叫做第二位的公司 就是疫情赚钱 赚钱 我们这些投资的朋友 去买他的股票 像我这间公司很好 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他贪 他想贪更多钱 证明他的牢 他的来面有一个性账 性账 性账 他没得到免账 他还要开更大庄 更大庄 去大庄就赚钱了 就去投资 慢慢慢慢 投资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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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要怎样 慢慢会怕 会怕 后来没得到 公司做到没得到 这叫做第二位公司 近年在台湾 很出名的公司 叫做博打 当市长有一个小孩 生意做也不错 叫做小孩 以前是一个 刚刚入社会的人 但是他所拿出的 价位受到这些企业 大家运动 大家提醒出来 赞助他 即使设立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 好成的股票 也是三百多块 算一张股票 怎样要 三十几万 但是呢 到现在 已经下市了 到现在已经 以前 买他股票 现在拿回去做招 在打 是怎样变成这样 不是他没有贪心 他有贪心 但是他贪 贪心 贪心已经这么多 所以部阻的 新闻 一定做这个新闻 因为这个路 当事长 生做不错的 一个女孩 让他抓去关 因为这来源有问题 叫做政府抓去关 收押 收押 要他调查 关于这个砍手所 所以 新闻就在报 人家这以前 新闻是 几十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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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有泰浪 他也没有放火 是怎么这么可能 几十亿的人 拿一张医生证明 上面是什么 谁说他精神有十分 是不是 看来这种 社会的案子 我们的心中 很认识他 就是说 好好的一个生活 怎么会更改变 身心俱疲 还要精神出问题 还很多人 投资公司 他们的公司 人家就说 你那时候做小 又做公司 有六十亿的现金 六十亿 这些人都走去哪里 就问了 不然是什么 公司的小顶面 就说你哪有六十亿 为什么你现在 全部说公司 没钱 你这六十亿 六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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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投资人 买他的股票的钱 那些社会的一些大众 的投资的钱 他拿去投资 投资 我记得这个例子 就是说 因为人生没有一个目标 我只为贪钱 贪钱不是目标 贪钱不可以拿来 贪钱做目标 贪钱是说 如果要贪钱 贪钱 我去贪钱 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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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贪钱 要贪圣 你有一个目标 你要贪钱 帮这些 没有钱 贪钱 贪钱 欣赏 可以 贪钱 人家带出来 回馈社会 这叫做理想 他没有一个理想 他有贪钱 贪钱 贪钱 我也不知道,我賺錢很重要,賺錢我就很鬆快,賺錢我就很快樂 我都看到錢在討我來面,就是滿足的快樂 如果這樣你去打電動就好了,你不需要這樣了解家庭人的錢 你去打電動,你也很滿足,你也很快樂 何必就拿很多人,都是要養家庭的人 那孩子的教育費,人家拿來家庭,結果你這樣拿去,都不去了 當然我們不是說,他的失敗我們在這裡去祝賓 我意思是說,這個社會有很多被告,是因為他不知道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憲經常理的名言說得很清楚 你如果在追求金錢的地位,追求這種東西最好死路一條 最好你的人生沒出路,頭上就一肚拔凍在那裡 你追求這種東西要做什麼,那不太做了,真的那不太做了 賺錢有一個目的,說我這個錢錢要拿來做什麼 不是說我就是為了賺錢而已,為了賺錢就賺錢 為了賺錢來賺錢,那沒有意義 那種的錢錢再賺錢的時候都賺名 那些名字都不用算了,最後都死路一條 那種人生是沒有意義的人生 一條火力很香,也就拿來插在辦公室裡有人欣賞 不才有意義 你一條火力很香,開在野外 都將來沒有人看到,這樣是不是很可笑 上到我們的人生來世間,上到你有這個能力來賺錢 給你有那個地位,給你有這個資料 我們沒有拿出來的服務社會,是不是很可笑呢 這叫做生命的意義 所以我們人知道世間是要追求生命的意義 這就是性經的意思 人如果沒有一個意義上,我們人知道世間都在浪費時間 人如果沒有一個目標,沒有一個機體,為大家的目標 人知道世間真的沒有意義 人家只有吃百分,睡百吃,這樣而已 我們只有摸著什麼,摸著我們的身體而已 這樣人跟黨部就沒有什麼樣子 沒有什麼不一樣,都一樣去了 黨部也是吃百分,睡百吃,人跟肚子差不多 讓人跟精神差不多 所以說,比較想念 你如果在黨文學來說,人跟精神差不多就對了 這個研究生命的人,研究醫學的人 他把你打開來看,你有長大尿絲也有長大 如果他來看,都是一樣 是那個尾頭比較小,比較大,比較差這樣而已 尿絲比較小,我們人比較大,不會差這樣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們人知道世間,你不要像自己變成動物而已 變成一個比較大的尿絲,不是這樣 我們人家在世間有一個靈魂 有一個理想,有一個意義 這個意義是動物,他沒有了解 所以他是動物,我們是人 我會有差變,我想這個世間就是 很多人沒有了解,我們人跟動物不一樣 後來,這個委託休息一下,待會兒繼續來討論 來,歡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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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節目跟大家討論 就是說,我們人都會對求這個東西 但是老三天要跟大家說,這個東西是非常動物性的東西 我們人生在對求有意義 人生有意義,我們跟動物是不一樣的 我們人生有意義,你會覺得到最後你會覺得 我的人生很完美,動物不行 台灣有一個機構,其實這是一個國際型的機構 叫做青年使命團,青年使命團 這個創死人,一開始創立這個機構的人 他生在美國,他救三五年生在美國 他一生中間,相對他轉 他九歲的時候,相對就應該感動了 他在討論身經的時候,相對就感動他 感動他當作一個選告書 到二十歲的時候,相對他看到一個義兄 看到什麼,看到世界各地的人 這些青年人,都出來團合他們 他在想,我一個很平穩的人 我要怎麼對世界各地 要叫很多青年人出來 那有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奇怪,基督的時候 相對他看到這個度的 奇怪,看到很多人來做相對的青年 所以他就慢慢 想要來實現這個夢想 他就這樣慢慢照 像一個人說,我們來團合音好嗎 他的故事很長 本來就是在十二年的中間 在十二年的中間 他就已經在世界有十五個國家 都設立這個機構了 那像一個企業一樣 到現在已經生了五十年了 這五十年了 他們在全世界 差不多總共兩百個國家 兩百個國家都設立機構 這等於是一個 如果用企業來看 已經是一個國際化的企業了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 帶到一個夢想,一個理想 開始來混亂 結果你看,他現在 是在帶領一個 他的這個機構裡面 已經每年都派差不多 十兩萬人的選告書 去世界的國地 去這些 都市 去這些很偏偏的地方 來團告 所以他人生有一個理想 他才要達成理想的過程中間 他要去參加奧運 去那個人在奧運 人在比賽的時候 他們去那個地方 在奧運團團 這樣做建政 這樣做團奧運 那個過程中間 他只有一千的青年 那時候是 慕尼的奧運 在德國 他只有一千的人 這一千的人是 從世界五十個國家來的 全世界 他都自己開錢 他沒有補助 他都自己開錢 他說 我要去那團奧運 結果 大家 組織在那裡 那這一千人要住 很妙 他就向上基督 說 兄弟 我們需要一個地方 住一千的 什麼地方可以住一千的 因為 奧運 那飯店 走到一兩年前 就都竟然去了 一些國家走到 房間都定好了 結果很奇妙 兄弟 快點安排 有一組的三部 說要賣 他們從那些三部 怎麼賣下來 那個三部 可以住三四百的人 因為青年人 有的困難 所以就住一千人 住一組的三部 裡面 很多人為他奉獻 他來做共同 很有意義 結果那年的奧運 發生這個阿拉伯人 跟他唱這個 伊勢勒的選手 發生這種 老會的事件 所以整個奧運動會 原本很快樂 發生那個 唱三的名字 之後 整個氣氛都落下來 那時候 大家看到這段 青年人在那裡 團老院 大家都很感動 所以你看 這麼奇妙 後來上天 當年要買一隻鑽 讓這隻鑽 載到世界國庭 去一些藍民營 譬如說一些 以前的人 外藍 還好高麵 那時候 共產黨在通貨的時候 很多人都逃走 逃走出來 沒那麼大 待在那裡的藍民營 他們就去 拚 拚 拚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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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都自己出錢 都沒聽拚 都自己做一天 做餘工 去那裡 做一些 一般人不想做的工智 他越做 參加的人 多少 後來 醫生 給最佔人士 組長 走來 說我要參加 所以他的事業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所以後來 全世界國庭 有幾千個元工 他是怎麼會成功 因為人生 有一個利傷 他有在對球意義 这就是其他的动物没的 狗子不去对去说我做这些狗子 我去看我主人过问有什么意义 他问他没问这个问题 所以上帝冲作这种动物是在为我们人来服务 这个上帝冲作有一个目的 你不要虽然去改变那个目的 所以上帝做这个世间 每一个人每一个世面都有一个道理 上帝设计这个东西就有意义 但是世间只有人会去对求我做人的意义 其他的动物他们都没问这个问题 他们是让兄弟设计好处理在那里 所以一张小子在那里发到大厂 他没问我发这大厂要做什么 我小小厂就好了 他没问自己这个问题 他没问 政策都没问 只有人会问他 所以说人是万物之灵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人是中国有中为一个对求人生有意义 所以今天的节目要来提醒国外 这些名利、地位、这些东西 这都是生活质物 你如果对求那种东西就变成政策了 对求那种东西就变成政策了 对求那种东西就变成动策了 我们认识说能够有钱拿来本人跟帮助 这样就好了 不要为了认识外地世间 所以亚洲说这句很出名的意思 人如果认识到全世界 求人家作为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人家又要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呢 你青春都过去了 你要拿什么回来换呢 拿商品回来换吗 拿商品回来换吗 那些都没带走的 我们人有一个离开 我们离开这个世间 那些都没带走的 你知道吗 我们人离开世间不是说大家肚子就没有了 这个下来的第一集我就说 圣经说得很清楚 人人都会死 但是死后还有什么 你不叫死就什么 上帝冲着人的时候 我们人是不需要死的 上帝原本冲着我们这个世命贴是没有死的 所以我们人死后要接受上帝的心法 所以我知道世间 你这个保贵的世面 你要追求什么 你人生的目的在哪里 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来问这个问题 动物才不问 只要是人应该要问 今天时间就跟着 这种的月底后一集继续来谈 就这样 阿嬷 你叫这么多宿家笔是要做什么 你要去珍珠奶茶店 不 不 你都知道 现代人 都很注重 缓补 我如果出力运动 看人欧北 淡粉色 我都叫他回缩 阿嬷你这么好心 如果我们台湾社会 很多像你这种人 我们的社会一定很清晰 所以你现在是环保人士就对了 要鼓励大家的环保 这本来就是每一个人的职人 尤其最近 我看了一批布图 说有一个女士 她叫做Alice 她在推动环保 我感觉很欠佩 Alice 所以现在是什么 是世界什么 环保组织的什么 什么灵状 还是什么 没有 没有 她是百万以前的人路 但是 我们目前世界的 这个环保的观念 那都是她所发起 因为她有研究出很多东西 都有毒 叫我们人不好用 所以消费者保护这个观念 也是对她来开始 咦 有这个人物 我怎么不知道呢 Alice 阿嬷 你有去看她的布图 你没记得说什么 她是一个基督徒 虽然她一死人都没记人 但是 她努力所推动的观念 保护无所的家庭 保护很多孩子 没有受到工业的上海 也保护很多老婆 没有受到工业的上海 所以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算是说 她一个自己的服务 就对了 她就是全面在研究 研究 是不是我们工作的环境 有毒气 比如说我们建筑 有的人 建筑 建宅 有的人也会释放毒气 有的人 是可能 他工作的环境 用的东西 是有毒的东西 所以 他全面在研究这就对了 我这样算很厉害 对 他是很专业的一个人 但是最主要 他的忆念 他的这个 道德观 人生的目标 这些是大家来学习 他说 上帝老我的生命在世间 就是 让每一个人 活到更安全 更有意义 阿嬷你说这个故事 跟我今天说的 还真的倒下来 因为我今天说的就是 生命要安全 有才能有意义 我们人活在世间 要追求一个人活的目的 所以像这个Alice 虽然他没有结婚 但是 他做的事情也很有意义 所以 他也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很养俗 虽然 他是没有嫁人 他也没有生育 但是 他有救很多其他的家庭 这种人生就很有嫁他 其实他在发明的东西 或者说他了解的东西 他也可以去申请专利 这都没有重要 他最重要的 就是人的生活 品质 自在 那都生活 自物 也不可以 走 今天 我们有这种日子 要感谢很多像Alice 这种有心的人 嗯 我们今天有好的日子 也都要感谢很多像阿嬷 有心 那种 叫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宿舍不要走回来 不然阿嬷 我们时间交给大家说 拜拜 我出来外面 我看路上 有什么本手 我们叫叫做垃圾分裂回收 这样好不好 真好 真好 好 走阿嬷 拜拜 拜拜 那来叫做垃圾分裂 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